满墙的陶瓷标本,精致的瓷器文物,古朴的制陶工具,此般古道的复原场景 近日,记者步入福建泉州宋元德化窑展示馆 仿佛穿越回千年之前,见证宋元时期德化热火朝天的陶瓷烧制现场 伴随中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宋元德化窑展示馆日前正式对外开放 展示馆位于22个遗产点之一的德化驱斗工古窑址旁 其中展示来自德化驱斗工窑、伟林窑、内板窑等古窑址的600多件代表星期五 我们说德化窑它的窑月技术是制成体系的 我们也在这边关于一些窑炉的,比如什么是农窑,什么是分饰农窑 什么是阶级窑这些做的一些名字解释 同时呢,这个展馆呢,它是前面展示宋元时期的一些它的这个社会人文这些各个方面的一些面貌 2015年,德化被联合国世界首工艺理事会授予世界陶瓷之都的称号 是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德化的陶瓷制作始于新石器时代 发端于商周,新于宋元,胜于明清 其产品通过泉州港院设重洋 大量销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在当今世界各地考古中被频频发现,备受瞩目 各个方面综合因素呢,来看呢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外销,做外销池的这个窑子 那我们像它出土的这些标本呢 在这些东南亚,欧洲的等等这些国家都能找到它的倾引 所以说当时呢,德化窑呢 是作于我们全州送年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出口商品生产的代表性窑子 作为22个遗产点之一的德化伟林谷窑址 2020年3月6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进场开展考古发掘 历时4个多月,发掘面积达442平方米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个山头,伟林这个山头呢 它各个位置的采集的标本呢,都很特别 文士非常的精美 然后呢,它的这个汇品堆积呢,非常厚 在这边既能采集到宋代的青白池 也能采集到这个明代的这个中国白,象牙白池 还有一些青花池,明清的青花池 通过伟林谷发掘,首次在一个谷址中 揭露四座横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 并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龙谷,分式龙谷,横式阶级谷 第一次较为完整的揭式德化谷 从宋元时期的龙谷,至明清时期的横式阶级谷的发展演变过程 接下来,伟林谷址也将向公众开放 介绍德化谷谷谷业技术的发展演变过程 以及国家级飞移项目德化此烧制记忆的传承保护现状 我们看到的这些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回田了 回田也是对窑子一种保护很好的一种办法 然后呢,我们选择几个重要的这个节点来进行展示 然后呢,等于说是分段展示,分段保护 这边也设立了四个保安来做日常的保护 同时我们有看到了,就是有设立这个监控 这也列入这个110的监控网 就是对这个整个窑楼的情况位的监控 所以我们做到人房、安房还有机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